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张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吉隆市选委会主委方定安 颁证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当选证书 给吉隆市立委当选人林佩祥 林佩祥表示 感觉责任很重大 吉隆市选委会主委方定安 在民政处长也是总干事的张渊祥 以及副总干事郑景龙配同下 代表中选会制证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当选证书 给吉隆市立委当选人林佩祥 林佩祥表示 收下立委当选证书的这一刻 感觉责任很重大 拿到当选证书的感想第一个 是责任吧 很重的责任 因为就政治现实面来讲 基隆只剩下一席立委 所以我以前曾经提过 这个基隆市的立委 就是基隆市对于全国 甚至全世界 除了是基隆代言人之外 也是最直接能够向全国去争取资源的人 所以 佩祥会觉得这个急迫性是有的 这个一千多个日子很快就会过 那每一天都要尽力 帮基隆 帮我们自己的家乡 多谋点福利 多拿点权益回来 而申见基隆市政府秘书长的方定安 除了再次恭贺林佩祥之外 也期盼未来林佩祥立委 可以协助市政府 向中央争取预算 以及协调相关公有土地利用等事项 推动市政建设 都需要中央给我们的预算的补助 那这些预算的补助 其实在各个部落 包括工程类啊 或者社会福利类啊 甚至是环保类的都会有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会把它整理 一个相关的一些预算的一些科目或项目 那在什么时候需要争取这些预算 我们都会把它整理起来 那到时候会麻烦立委来给我们协助 第二个是包括公有土地 或公有的事业 国营事业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土地 那我们针对有一些可能是要涉及到 有偿或无偿的拨用 甚至是共同的开发 其实对基隆的后续的发展也非常非常重要 准立委林佩祥则表示 包括市长谢国良 想要在七土区积极推动 和台铁共购打造商业办公就业大楼 以及以阳明海运公司为中心 在阳明海运两侧规划打造 七土的就业基地等等 涉及到相关中央单位土地利用等问题 他都会积极协调 至少希望中央单位和市政府 推动的方向以及立场是一致的 为基隆人争取最大的权益 并且让基隆市在产业发展各方面会更好 那佩祥都会认为说既然是在基隆市里面 那一定要跟基隆市政府获得充分的沟通 至少立场跟方向要是一致的 所以针对其实不只是只有七土 云得一路那边的土地 还有其他地方 那基本上佩祥都希望说 我们基隆的中央单位 都可以跟基隆市政府 来去做一定程度上的配合 在方向上达到共识跟一致性 然后来全力帮我们基隆人 莫取最大的福利 然后也同时之间 让我们基隆的未来在产业上面 在于土地利用上面 在于生活上面 能够更好 能够更方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加速推动基隆市政建设 市长谢国良 特别邀请准立委林沛祥 列席事务会议 深入了解市政议题需求 共同向中央争取在地的建设经费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准立委林沛祥 特别来到基隆市政府 列席事务会议的讨论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未来希望透过市府 跟中央立委的紧密结合 为基隆争取更多的建设经费 所以我在这边也公开的要来跟他感谢 他虽然还没有上任 但他展现了非常积极的态度 对于这个基隆市内的各项的业务 都非常积极的在参与及协助 所以他现在目前人还在我们市府的简报室 那各局处现在跟他都会逐步建立工作平台 那我们就是希望林沛祥委员办公室 跟基隆市政府以及各局处 大家都能够无缝接轨 好好的在相关的一些局处的业务上面 权力的来为市民服务 主大卫想也是认为是说 基隆市因为只有一席立委 那基隆市又很缺乏中央的资源 尤其是有些时候不只是重大的建设 还有有些急迫的民众的案件 一些急迫跟中央协调的案件 那我都希望说我们各局处 我们市政府能够通力跟我们办公室合作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 很高兴市长先邀请我来 然后我在未来一定会 依据时效性 依据重要性 尽快帮我们基隆市民争取最大的福利 针对媒体询问 市长谢国良也提到 正面看待国民党在国会上面的整合团结 但那如果你们关心政府院长选举的话 因为我过去也承认三任立法委员 就是我还是很乐意看到 这个韩江沛能够成行 那我也感谢这个傅坤奇委员 他在国会是非常的资深 然后他也非常的热心 那他这一次在这个选举当中 他也展现了对很多事物 他都有高度的关心 看到立法院的国民党团 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果 感觉到非常的振奋 而且感觉非常肯定 他们现在的一个团结的作为 如果国民党能够在国会上 获得主导力量 谢国良认为 对争取基隆的在地建设 前景看好 值得后续观察 这个假如韩国瑜委员 能够担任立法院长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 他身为这个算是各地 这个不同立法委员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基隆的好朋友 我自然也会有机会的话 请他多帮忙 对于各地的地方建设 对于基隆的地方建设 那当然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政党政治 还是需要一定的制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基隆双塔游已经成为 基隆市新兴的旅游践行路线 不过也被民众发现 很多问题都需要再改善 整理委林沛祥强调 会尽全力和港务局 港务分公司甚至是北关处 等中央单位协调沟通 促成双方合作改善 基隆灯塔到 球子山灯塔 所谓基隆双塔游 已经成为基隆市 新兴的旅游践行路线 不过也被民众和明代发现 包括导览说明 路况以及观景平台等等 都还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对于这些涉及到 航港局以及市政府 全责归属灯塔 观光等相关问题 基隆市准立委林沛祥强调 已经受到市长谢国良邀请 参加事务会议 讨论相关问题 自己会尽全力和航港局 港务分公司 以及北关处等中央单位 协调沟通促成双方合作改善 让基隆市民和游客 在观光游戏上 有更好的享受 国良市长就已经邀请沛祥 去参加我们的事务会议 那在市卫会议当下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方面的配合 那未来我们市政府 针对我们的基隆的游戏 针对我们基隆的休闲 尤其是灯塔方面的 灯塔或灯塔博物馆 灯塔园区的规划 那配想一定会尽全力 跟航港局 跟港务公司 跟相关各单位 甚至北关处 来去做一定的协调 一定的沟通 让我们市政跟我们的中央政府 可以全力通力的合作 让整个我们基隆市市民 在观光上面 在游戏上面 会有更好的享受 选前市长谢国良 和立委候选人 林佩祥首牵手进场造势 相信选后两个人 也将以市长和立委的身份 持续携手合作 为基隆人及基隆市港的 各项发展 争取最大的权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公路每到假日 总是塞车 为了解决这个老问题 立法委员蔡世英 邀及交通部 公路总局的局长等人 到国会办公室 了解台62线 延伸金山万里的推动进度 在任期即将结束前夕 立法人蔡世英 特别邀及交通部 公路局局长陈文瑞 及相关单位到国会办公室 了解台62线 延伸万里及金山的规划进度 希望这项解决基隆公路 每到假日必塞车的规划案 能早日完工起用 公路局方面 则回应表示 可行性评估近期将会提到 国发会进行审议核定 那世英对于这个案子 非常的关心 也是持续在推动当中 因为对于基隆市来讲 每逢六日假日的时间 在安乐区的一带 大规模的赛车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推动六二快速道路 延伸到万里金山 就成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今天公路总局来 来告诉世英 相关的进度 目前已经准备送 国发会来核定当中 蔡世英在听完说明后 也向公路局方面 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是注意相关路线规划 接近水质水源保护区 提醒公路局务必要绕开 减少对环境及水源的影响 让环境影响评估 能够顺利通过 另外他也要求公路局 要增设南下系统交流道 避免大量的车潮 在七都马东系统变换路线 让交通更加顺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会 接近水质水源保护区 所以请他们务必要绕开 水质水源保护区 以及在环平的过程当中 能够顺利获得通过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从金山万里台六二 到达国山的部分 的系统交流道 我会建议他要求增设 增设南下系统交流道 让整个交通更加的顺畅 那目前这个案子 国发会近期就会核定 核定完之后 我们希望后续的 西部计划综合规划 能够持续来推动 那是希望这条路 早一点能够看到它 附组事件 公路局方面 目前规划两种推动方式 第一种是优先路段 先推动马东系统 到万里景美路 建构万里交流道 路线总长约4.9公里 道路踩双向四车道规划 总经费出估约240亿元 第二种则是全线路廊 直接推动由马东系统 到金山万环道 路线总长12.1公里 道路踩双向四车道 总经费出估525亿元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新北一家智英科技公司 今年再度捐赠了一台富康巴士 给基隆市政府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受赠 并感谢林董事长的爱心 让寒冬充满了温暖 寒冬中看见温暖 新北市的智英科技公司 董事长林彦霖 亲自来到基隆 捐赠富康巴士 给基隆市政府 由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受赠 透过基隆 新北共推的三好平台 智英科技公司林董事长 继去年捐赠一台富康巴士之后 今年开春马上再捐赠一台 副市长邱佩玲说 相当感谢林董事长 对基隆的关怀 因为听侯市长介绍基隆 也有听谢市长 自己介绍基隆的故乡 然后当然也了解基隆的区域 需要很多的资源 侯市长也是很慷慨 把新北市的某些资源 拨到地方来 也是响应侯市长 所以在当时就承诺 再送车子给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们还是 两边都会持续的做到一个阶段 新北市的今年也会 今年第一步的薪金给基隆好了 然后年底以后 我们再来看两边的区域 需求性 很多人不清楚 不清楚夫妇刚巴士怎么申请 怎么使用 它的范围 然后总是认为 这个是需要 多加去宣传的 因为对很多 现在老年化的状况 对很多是很必要的 那林董事长真的是寒冬送来 而且我觉得林董事长 做到一件很重要 他一诺千金 他在去年答应了捐赠基隆市府每一年一步 那也的确做到了 我还在说如果政治人物都像他这样的话有多棒 整个台湾会变更好 那基隆非常需要这样的车子 真的很感激林董事长把爱心从新北市带来基隆 再一次谢谢智英的林董事长 谢谢 我们基隆有两万一千位身心障碍者 那么有六千位身心障碍者 是符合资格来搭乘富康巴士的 但是我们总共只有三十部富康巴士 以及呢 其中有一半的富康巴士是超过十年以上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数字 就代表我们的需求量很大 所以再一次感谢智英科技来捐赠我们富康巴士 让更多障碍朋友有机会可以出门 出门就医 出门就学 出门社会参与 非常感恩 社会处长杨玉昕说 基隆目前有三十辆富康巴士 但有一半的车辆使用达十年以上 需要逐年态换老旧车辆 以维护身障朋友的乘车安全 因此市府相当感谢科技公司林董事长 将满满的爱心传递到基隆 造福基隆的身障朋友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唷 适量队 唷 咱们 得怪兽 平准 咱们 洞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有等你来看七堵区六堵戴天府 特地举办东令救济的活动 制赠白米等生活物资 记住弱势加户和民众 副议长杨秀玉也响应这项爱心活动 捐赠了1000斤的白米 生意员曾一芳也到场发送春联 为了让弱势民众 也可以过个温馨的好年 七堵区六堵戴天府 特地举办东令救济活动 制赠包括白米等生活物资 记住弱势加户和民众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响应这项爱心活动 捐赠100斤的白米 六堵礼的戴天府 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庙方举办 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晚 那秀玉今天也特别来到 这个庙方这边捐赠一些礼 来这个共上盛举 那谢谢我们 这是我们的主委 那谢谢主委 因为每年我们戴天府 都会办这个就是寒冬送晚 来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感谢我们的副议长 我们修议副议长 每一年都专程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起 发挥爱心 捐赠我们寒冬送晚的物资 在这边先代表 我们大家感谢副议长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好朋友 接到我们供应救济这一份物资 让我们这些边缘户 能够在冬天 在过年有一个小小的温暖 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够借助 我们副议长这个抛转营 大家一起来发挥我们的爱心 让我们的一些边缘户 能够更温暖 更幸福更健康 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尤其我们过年大连初一开庙门 在我们的正月初五 我们的早上十一点半 我们会有一个银财神的仪式 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 期望我们的新的一年 大家都平安顺遂 健康快乐发大财 而市议员曾一芳也特地到现场 发送特制喜气洋洋的金融年春联 关心弱势民众 也感谢六堵戴天府的爱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民众反映 中正公园篮球场周边 没有机车停车空间 常常导致违规停车收到罚单 市议员何淑平韩世玉 邀请市府独发处文化局等单位会开 研议在前使机管控地 规划事办机车停车区 中正公园篮球场 不管是白天或者夜晚 都有民众来打球运动 不过周边机车停车位不足 让不少运动民众 因为违规停车而收到罚单 相当困扰 大家都遇到停车的问题 停车问题停车位置比较少 然后大家停车不方便的话 运动就减少了一些信息 篮球场位在半山腰 周边没有腹地可以停车 唯一的空间就是前使机管空地 市议员韩世玉何淑平邀集了 市场府都发处文化局交通处等单位会刊 研议规划部分空间 事办机车停车 有场打球的时候 他们停机车都常常被开单 然后都跟服务处来反应 那今天特地来办理会刊 寻找几个就是可以停放机车的地点 让大家来使用 一个就是使机管 就职的一个广场 然后跟公园管理客商量的结果 就是说他开放大概两个这个花圃的中间 让我们机车骑士能够停放 可是他这个是有一个规则的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广场 没有办法让大家停车 可是碍于大家停车的这个方便 然后他会把弄一个车档 那也大家希望就是说 按照那个次序来停好车 那如果说这个反应不错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实行 希望说呢 就是我们的好意啊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游客 或者是运动的民众 那大家呢一定要呢 特别的就是遵守呢 我们这个公园科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当然呢 希望呢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停车空间 但是呢好的这个停车的空间呢 也需要呢 大家来把环境维持好 由于使机馆拆除之后 留下的开放广场 完工的工程 有五年的保固 经过会刊讨论 将规划广场左侧 靠近花圃区域 规划停车区 作为机车停车使用 中正公园篮球场周边 停车比较不足的部分 我们会沿拟评估 这个周边的一些广场 跟可利用的一些空间 来作为一个评估 暂时的一个停放区 先试行看看 然后让提供民众 有安全的停车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应该是 我们这边必须要做到 那后续我们会评估 然后来作为一个示范区域 那届时会再跟大家 来做一个公告 此外篮球场对面市议会 后门的人行道空间 预计可以容纳十多台机车停放 未来将与市议会再行研究 开放机车停车的可行性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真名国小的前身是真杀国小 校方举办第一届老校有回校 欢迎旧11岁的阿座学姐回母校 师生准备了欢迎仪式进行交流 感受到学校的历史与蛻变 真名国小第一届毕业生 这位91岁的阿座学姐 带着一车亲友团回到母校寻根 受到热烈欢迎 大学姐回忆当年在学校的点滴 设备简陋 但老师很热情 每天都充满了音乐声 学弟妹们轮番介绍自己 最小的八岁 低年级小朋友一算 坐在眼前的大学姐 大自己83岁 自治市长与干部 制作了一张精美的卡片 代表全校同学 赠送给第一届的学姐 欢迎她回母校 我们想要画出台湾 还有基隆特色 我们还有画正名国小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学校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校长热烈欢迎 新米美带子回学校 让师生们有机会寻找文献资料 了解学校的历史与蜕变 新米美带子女士 她其实是透过渔村文化馆的许先生 她跟我们讲说她很想寻梦 那寻梦这件事对我们学校 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因为我们很少去关注说 我们学校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她的历程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那天算一算 她竟然是我们第一届的老校友 太感动了 然后所以我们就马上发起了一个老照片活动 那我们也获得我们家长的等于说回应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她真的太年长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她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也听到阿嬷说 她从她自己的家里面 设料堂那边走路走半个多小时到学校来 哇真的太惊人了 所以这些故事也是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说 原来我们学校的历史 跟我们有一个这么康健的老校友 第一届哦 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在交流活动中 大学姐鼓励学弟妹们用功读书 成为国家未来的优秀人才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区会特别搭上春节生机 将新鲜的白昌 白虾 干贝等 组合成三款不同价格的海鲜礼盒 满足消费者的各种喜好 我们白昌可以把它做成两吃的方法 然后我会把它鱼肉片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骨头也炸上去 拿白昌鱼做年菜可以一鱼二吃 让主厨亲自示范 鱼肉放进锅内 这只作响不到几分钟 就能够变出一桌佳肴 酱油 蛋酱油加点味淋去沾它 就像日式天赋楼的概念这样子 这回金融与会推出了三组 连结礼盒会依照内容物不一样 价格有所变动 一千以上到三千多都有 我们今年的现在只推出十天 我们就销售了五百多盒了 很快 我们每天都销售量都很大 而且每样都有 有鱼有虾 有本港的小茧 还有超丁 还有今年最夯的石盘鱼 不想买组合没关系 还推出了干贝促销价 相当便宜 一千块有早 大明虾跟煎虾价格还算平均 不会说涨了一层至一千半 我们会尽量把我们在国产的 下在地的一层推出外面 墙工春节礼盒商机 这种区域会推出了三款海鲜礼盒 邀请家政班一起烹饪 制作各种年菜 比起到市场采买 其实冷冻的鱼货 这几年来大受欢迎 直接在网路上点一点 就可以把货送到家里 多方便啊 然后这个是鲁仔鱼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鱼条 就是那个什么鲑鱼鱼条 这个鲑鱼常吃很好啊 这个深海鱼类的 这个鲁鱼肉片 鲁鱼肉片我们要做酸菜鱼 所以这以真空白状来说 大概一年以内东西都会非常的新鲜 除非说像一些白虾的包装 他没有真空包装的话 我们就尽量早点把它煮完 然后真空包装都可以尽量留久一点 所以我们这样依序的去煮完它就可以了 通常过年前 海鲜都会涨一到两成 时间越接近 价格也可能再往上攀 不过这回鱼会推出了 组合礼合 既除了优惠 方便民众采买之外 也能够帮助渔民生计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所以今天来到 你准备了多少钱 你准备买 中央银行发行的荣年生肖 纪念特币 在各地台湾银行开放购买 吸引了民众不为寒风 在基隆分行排队 把限量的套币带回家 天气冷收收 排银基隆分行 银行还没开门 队伍就排了好几圈 全都是为了抢荣年套币 就连版本都出动了 一起半几点来排 四点半就来了 所以全部的衣服都特别加厚 你穿几层 你穿几层 穿两三四层 有民众上周五就来排队 找找卡位 终于抢到荣年套币 不过很冷 还好啦 为了这个荣币之后 冰也没关系 很冷 今天都很冷 他在拜五就排了 对啊 刚才那在拜五排了 今天清晨就来排了 今年的荣年套币 一款是金融土珠 祥云为市 百元面额的银币 而另外一款十元面额的铜和金币 这面以祥荣绒细珠为主题 背面以玫瑰花 象征浪漫美好 为了要农币 所以 对 就要能耐一下 对 辛苦一下 辛苦也值得吗 有值得 我觉得买到是值得的 中央银行发行的 农年套币限量九万套 采取网路预购 零贵销售 各地都有配额 每套售价新海币一千九百元 民众把握机会 收藏农年套币 迎接金融年到来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导 而且这次农死金融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